王萌那样说起诉就可以起来,他们一定要有事先的越滑越快的选手,所以两个人的这次战术,我们看看他们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战术,我觉得应该是在还有三分之二距离的时候,两个人就尽量穿在一起。 我觉得周扬的爆发力比苏宁宁好一些,相对来讲好一些,但是说他们和其他的队员短距离选手来比还是稍微差一点。 第一道是韩国队的调胜利,第二道是美国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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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选手。 第三道是韩国选手,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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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选手。 第四道是中国选手,孙宁乐。第五道是中国选手,周梁洋。 刚刚那名韩国选手,刚刚看到的韩国选手,叫赵海玉。 赵海玉,就刚刚从滑跑的过程当中来讲,我觉得赵海玉在这三名韩国运动员当中实力应该是最强的,所以他有那个胆量,也有那个信心去尝试和周扬争夺这个小组的地位,但是很遗憾,犯规了,所以这两名韩国选手来讲,可能不会有赵海玉那么强的实力, 那么周扬的实力我觉得在这六名选手当中应该是最强的,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的话,我觉得这个金牌应该是中国队的 是的,朴胜益和李然熙,这个上赛季还没听到过他们的名字,好像李然熙是上赛季有的,对,朴胜益好像也是鸡赛季 现在在领队是天守七号是德里克金玻璃,周扬景跟第二位,然后孙女那边是在五位,在杜扬的身后是金玻璃 可以看出来现在朱阳后面有一个韩国选手,孙女那边后面有一个韩国选手 对,现在我试炫了1-1,这也是我们以前经常用的一种打法,1-1 现在孙怜念刚刚应该什么叫,孙怜念要取送了 这次我的桌阳肯定也会 孙明年继续加速 孙明年要的是第一位 要么就过去 要么就插进去 不要在外面犹豫 吵不过去 孙明年刚才不过果断 但是现在好的是中国的两名选手 穿在一起 不能再过了 碰碰周扬起速 继续走 周扬外面继续走 不能加速 来到第二位 过来之后还有两条音 掌握好 稳一下 再继续 继续过 不要把第一条弄出来 继续走 继续走 继续滑起来就应该没问题了 两名盘国选手有盖增 我们可以看出来 周扬一直滑 刚才周扬是面临两面夹针的实验 好的 其实周扬看出来很轻松 最后两条过得比较轻松 滑得比较清楚 对 周扬在两名韩国选手夹击的状况之下 对对对 能够冲出来还是一个实力的体现 对对对 这样周扬获得了女子1500米的冠军 也是本次比赛第一块金牌 刚才我们看到后边的时候 韩国的两名选手也在相互的竞争 是 所以可以说他们对内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其实今天的这个战术到最后打的是如果不是周扬的实力比较突出的话 可能前面的状况是显得有点状况百出 对对 有点悬 特别是孙宁明那个时候拆有七八圈的时候他从外道起诉想上到第一位 但是韩国队员没有给他上到第一位的机会 那个时候他要么就马上插进第二位 保住自己的第二位的位置 要么就一鼓作气的从外面直接要到第一想要的位置 嗯 短刀素华其实很怕犹豫 怕队员在在跑跑过程中 每一个情况都是转瞬即逝的 可能在零点五秒都用不了一秒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的状况 那么你那个时候一定要 橘子 姐妹 见罪